《蘇家瓶》 這關鍵是兩shaw 廣東話指望一 真的很貴 英文指望一 英文指望一 香音到耳之家近 黃色香港同族聚居 謊言雜儲 遺頭話、客家話 也曾經是一方水土的主要語言 但時至今日要在街頭聽到 機會已經不多了 你吃了飯了嗎? 你吃了飯了嗎? 你收拾回來嗎? 今天, 圍頭話、客家話 已被列入香港首份 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 但語言鮮活又如何保育呢? 英國就識, 堅韻假名 因為對戀是我小校長寫的 劉振發教授 香港本土語言保育協會會長 專門研究客家話、圍頭話等粵方言 從小就住在錦田橫台山村 住客家村 達尼倫社, 尤其是長輩 全部都是客家話的 我們還沒上學之前 以前沒有收音機、電視 基本上沒聽過廣州話 本土語言指香港開埠之前 香港陸上居民使用的語言 有丁國話、東平洲話、平婆話等 而圍頭話和客家話更是當中大湖 說起香港園居族群 以講圍頭話的本地人為大宗 北宋年間 園居於江西吉安的鄧芙協 獲任命為廣東楊春縣縣陵 建元朗一帶地靈人靜 風俗純山水盛 於是遷移族人於錦田定居 之後彭氏、喉氏、文氏、廖氏等族群 亦相繼遷入 語言聲氣雙通 是本土一大族群 至於香港客家故事 可由清朝遷戒令說起 清初鄭成功依靠水路與清廷抗衡 漢氣擔心沿海居民接濟鄭成功 於是令廣東沿海一帶居民 向內陸遷入五十里 後來清廷雖然下令復戒 但可惜家園已破,田園亦已荒蕪 復戒之後回來的人口比較少 清朝後來真的想到一個辦法 他們說,不如招人來耕 我原來五十里等於東地區來到香港 登記之後叫客席人士 在開田耕 本地人開始叫這群人客家人 領岩各族群先後到港落地生根 亦將各族的傳統和語言帶來這片新天地 新界宗族重視春秋二祭 多種傳統風族至今尚能見到 食山頭, 糞豬肉, 祭祭竹民 亦以遺頭畫中讀 主祭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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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我們傳統九月初八祭祭祭 上空 我們遺頭人在做一些遺頭祭祭祭祭 肯定是用遺頭畫最原汁原味 以周公的江山 這位祭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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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祭� 一年多的說遺頭話說得很準的 趁這個機會跟他們多些交談 再更新一下自己的遺頭話 我是摩洛省的 摩洛省的對話是這樣的 平時很少說遺頭話 因為說遺頭話的對手越來越少 因為所有我們的村民出去工作 都不會說遺頭話 尤其是過去三、四十年 很多時候人們說遺頭話 把自己的身分好像降低了 合唱香歌亦有妙趣 一群婆婆居於龍躍頭 閒事共聚就愛唱遺頭歌 往式婦女勞動 歡喜閒談歌唱 歌中密事 正是遺頭生活片段 流傳至今更加是文化寶藏 我們都聽過好像有些孟婦瓦架的風俗 但我們沒有聽過那裡的女性 真正去唱回她們 去怎樣看她們的婚姻 我又唱那隻背後 我背後就嬌盛 我亭就中主馬 我廿略就臭臨 臭就哼散 我琴落解擦就脫離鎔 那些歌曲的意義 不是由其他人去寫下來的 是由每一個當事人 他們一字一句去唱出來 歌詞不是照不直錄地說出歌詞 而是用他們的經歷 去重新把那些歌 變成他們自己的心聲的一部分 那些歌曲是銀鋒的 記住我這個仇人 我都不開心 結婚有甚麼意思 中目有個無人婆 戒笑 就在日子結婚了 直到日子結婚 以時上腳 上幾道猛 我就上三猛腳 上三猛腳就要學等這些歌 背後歌 上頭 那就不好了, 遲陋倒就別 色時驚趣, 交通不便 少女要到別處生活 孻難經常再見父母 圍村婦女, 為表巧道 都會學唱哭心歌 想歌、想透、慈別父母 一捕一念, 皆有歌唱 割下柳頭 我的頭 所針到美麥 藝略就所掌 我怎知究竟是呀 馬郎就釋頭 沒釋錦濕 放送濕 知酒溝蓉 不用了 早上釋錦濕就準備了 像人、泡河之類 早上釋錦濕水前一晚 上角、上角、下角 不能彈錦的 全部釋錦 時光一轉,大半生過去 婆婆唱起哭架歌 回憶起當日出國片段 感懷至親仍然笑中有淚 我沒有出嫁歌 唯有三招緩緩 即是嫁了 三招緩緩緩 回到外家 把在南家那些淒涼的東西 唱給老婆聽 我回望 只想改我的殺塵 哎呀 都有麻 我爹媽 你都有聽見 我今晚也認賞 你是否十分靈 我這樣一輩子 我亂不背面 覺得副家歌是社區的 不同世代的聯繫 因為每一個當事人 唱回他們以前的歌詞 但可能新一輩他們聽 他們有不同的感覺會出 其中我最深刻的是淑娟 教青仔慢忙來 女兒跟媽媽一起去回憶哭架歌 我覺得這是一個家族的聯繫 誰看誰看誰沒 仁仁太過就行徽 我最想做到的就是 婆婆有生之年 她可以拿著這個屬於她的碟 那碟是有她的心聲和歌 她可以把她送給她下一代 上校孫子學香音 又說平素好時辰 俗人花果飄零 移居四海 太平清照正好共聚一堂 以前那些四周要聽阿婆說 那些都能爭地到太平清朝 在暗龍中 客家人林欣發早上三代以移居沙巴 今年打招特異大同妻女回港一島盛事 那些還可以做一個客家 那個客家 英國的客家 那些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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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賠優 你或者你的同情 那些客家 在客家 那些客家 雖然我不聽客家 在心为智 发言为诗 遮探而后歌 文歌最能表现语言的生命力 张国雄博士研究山歌多年 深深感受到音乐和语言文化关系密切 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 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 我的外婆就过世了 桑葬的过程当中 见到我妈搬哭搬唱 一些哭桑的歌曲 我就很惊讶 因为我不知道我妈是会唱的 自那次之后 我就发现了我们本地 一些很… 没有被留意的 但很值得去探讨的文化 通过首集 我就把这些围图画的哭家歌曲 先调了乐谱 然后就把这些乐谱再做比较 我发现他们很多滑音 还有些叫note banding 唱歌曲 唱歌的时候 它不会很稳定一个音 它是有变动的 令感情更加表达到那种感觉 一一中迷 三担就黄尖谷 一粒粒就中成八九个银 一粒五百就搭一盆 走起对头就欺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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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欺 那些女人通过上一代教下一代 姐妹之间那种的脈絡去学习 那为什么会是嫁又哭死人又哭呢 就是说嫁人好像死人那样惨 因为嫁去一个不熟悉的地方 嫁完之后因为交通不方便 也少了时间回去见自己成长的家庭 这种苦楚是要用这种形式来表达 客家围头的歌谣是以前发生的事 所以这些就是好的工具 让我们去领识我们以前 上一两代人的生活是如何 了解之后 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天的生活面貌 原来源自于以前的生活方式 慢慢演变过来 在保留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都可以让我们反省一下 就是我们现在现有的语言文化 他日是不是也会适合 会不会有另一个流通语言 取代了港府话呢 你想想 因此而这样的消失 你觉得可不可适呢 那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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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是沟通工具 强势语言因利成便 自会多人使用 为人类思考 皆通过语言 各种香音 背后存有各样智慧 语言失存 损失巨大 文化鱿鱼大树 枝叶繁茂 才有佳美果实 刘震发教授专门研究语言学 与好友志同道合 创立香港本土语言保育协会 制作网上方言发音字典和词典 系统记录各种本土语言 供有心人查员 这些说法很多年轻人都忘记了 我们录了提醒年轻人 我们曾经有一套很特别的说法 香港本身的客家画 和其他周边的客家画 有些微的分别 如果我们这边不早就没得比较 客家人有句言语 令外祖宗田 无望祖宗言 客家画围头画 曾经是乡镇主要语言 但短短几代 至今竟近消亡 原因何在呢 这里就是我们环台山村的 传统的诗属书室 一直到1940年左右 这间书室都是叫博博齋 读三字经千字文 都是要黑家画的 如果是围头画的村 就请回围头画老师 因为他们读识字之后 都是跟本村人沟通的 他们不需要出去 战后香港政府希望将新界融入香港 我作为这个村民的一部分 已经是第一批接受 港府画教育的人 距离这里大概五分钟路程 就是台山小客栏 上课时 老师一天来 用港府画讲 接着我们又不是太难明白 大概三个礼拜左右 我们已经识识听了 以前来说呢 香港九龙就讲港府画 星界西部就讲围头画 东部就讲客家画 那三个板块要融合 为什么呢 起码有一个共同语言 但是当时的政策 但是当时的政策 就是一面倒在广州画倾斜 亦都一面倒在压杀了 围头画和客家画的生存空间 如果赞在文化多元的角度 你没有了一种语言 文化对这个社会是一个损失 你永远找不回 因为现在我们是最后一代 懂客家画和围头画的人 再过了二十年左右 就算我有心做 都没办法再做下去了 我希望在最后二十年之内 可以找到人 找到那些志同道学人士 录下围头画和客家画的短片 留个记录 让人知道 香港曾经有本土语言生活过 是的 他们为说 应时是随壁 做的 地区 在肯定遭遇 你会再做 養话 为没 额 那 dizer 他这些 çi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